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千万向前冲 理财放轻松 跟着股市权威来掌握台股重点 那今天大盘稍微休息一下 连日来挤涨 那当然这边有必要进行调整一下下 不过这里是要长时间的休息 甚至回档 还是马上就能够喝了再上 我们今天进一步来做解析 那根据国泰金控所公告的国民经济信心调查 其中针对股票投资信心的方面 看起来我只能形容现在股民的信心是爆棚了 信心是破表了 那这样子会不会大家最担心的台股差协同要出现了 行情该不该小心 居高思维呢 另外AI散热明明形势一片大好 可是却发现奇红这一家散热大厂的董事长 竟然悄悄地做了一件事情 是什么呢 待会告诉你 另外扇形封装大油斩获激励了群创 今天股价亮灯 那还有跟它相关的这个冬结 今天股价也是攻到了涨停板 那这样子呢 其他的面板相关周边供应链 甚或是面板双虎的另外一档 友达值不值得大家在下礼拜来做锁定呢 还有呢 先进光在昨天的股东会当中 提到八月份呢 将会有新的订单 新的产品要出货了 所以预计呢 第三季的业绩会比第二季明显的好很多 那这个新订单是什么呢 你要掌握这个重要的关键 还有呢 在光阳科股价呢 连续滚量 攻上了波段新高 而且还锁上了涨停板之后 我们要带你锁定瞄准的是光阳科第二 那想要知道吗 那待会的节目一秒钟都不要错过 请大家呢 在这个周末 记得呢 好好的补课一下 那到哪里可以学习更多呢 当然就是YouTube YT频道 股市权威 陈薇良 魏杨老师呢 有很多重要的资讯都放在当中 包括这个礼拜 在周末呢 您可以了解到GB200的受惠股大点名 我们前几天呢 有提供大家相关的书面资料 不过呢 资料是死的 产业 个股是灵活的 所以呢 你想要融汇贯通 了解的更多的话 那针对GB200的产业链 魏杨老师在这个周末 会有最新的YT影片上架 所以请大家一定要呢 订阅起来 并且开启小铃铛 好 那今天呢 我们直接来谈谈呢 国泰金所公布的 每个月所谓国民经济信心调查的指数 那当中呢 跟我们股民息息相关的 就是所谓的看好股市的指数 蓝色这条线 那目前呢 来到24.5% 并且呢 是创下13年多以来的新高 所以显然呢 股民呢 对于股市是非常有信心 是非常看好的 但是呢 因为创了这么久以来的新高 那我们知道 行情呢 最怕的就是过热 最怕的就是呢 散户蜂拥而至之后 变成呢 被盗货割韭菜的对象 好 那在我解析这个指数之前 我先让大家呢 再去对照另外一个指数来看一下 这个呢 是国内另外一个 关于呢 股市投资信心的指数 由中央大学 辅仁大学 跟台湾综合研究院一起所编撰 经过抽样调查之后 公告出来的这个分类指数 那当中有一个细项叫做呢 未来半年投资股票的时机 那当然也是反映出投资人 对于呢 现在股市的情绪感受 这都是一些比较主观的想法 那这个指标怎么解读 根据这个公告机构 它的界定标准 基本上呢 它是介于0到200 那我们呢 先用100 这一刀切过去 基本上呢 超过100以上 就是偏向乐观 那反之呢 在100以下 就是偏向悲观 那目前呢 这个数据 最新的部分大概是在53 所以换句话说 它没有来到100附近 反而呢 是偏低的 那简单来讲就是呢 是悲观的 好了 重点来了 各位发现了吗 根据呢 这个台湾消费者信心指数 所公告出来的 股民的心理状态 是悲观的 但是根据国泰经所公告的 股民的情绪 却是乐观的 截然不同 为什么会这样呢 难道一个台股 也分裂成两个世界了吗 答案在于呢 受访对象的不同 国泰经 它的样本是哪来的 就是他们的国泰人寿客户 跟国泰四华银行的客户 那实物上面来讲 很多时候这个问卷是这样子 国泰银行的理专 就跟客户说 你帮我填一下问卷 你帮我填一下问卷 那理专会去跟客户讲 填一下问卷 你如果给他一屁股 理专都躲起来了啦 所以就是 趁着最近有赚钱 操作还不错 那你帮我填一下问卷 所以有理专 有理财顾问 在规划 在照顾 在服务的这些客户 他们更可能是所谓的VIP 比较有资产 而且在投资上面 因为有得到专业的协助为后盾 所以绩效也比较好 有赚了钱 自然就有信心 那反之呢 以这个央大 辅大 台中院所公告的这个调查 那它是针对一万多份的问卷回收 那它其实是非常随机的 那样本也是非常广泛 那我觉得它会更贴近 所谓的一般庶民 一般投资大众 那这个部分就凸显出 投资大众呢 似乎并没有指数 问顶两万事而感到乐观 反倒是在烦恼 为什么 这个年初到现在 有一些股票 放在帐上 每天看着看着 把赛都被捞了来 为什么没有涨 为什么还在跌 为什么没有解套 那这一切的原因 可能都是因为这些投资人 他的资讯比较不足 或者是说呢 他没有办法克服心理的压力 去买进已经上涨的台积电或红海 所以对于指数大涨5000点 是无感的 甚至是痛感的 所以截然不同 这个是来自于 调查对象的不同 那心理因素自然也不一样 那回到刚刚所讲的重点 行情是否呢 要小心插协同理论 那如果你本身对于投资 是有风险意识的 是懂得呢 要之所进退的投资朋友 接下来每一天温阳老师节目 真的都很重要 因为呢 在2万2以后 到了2万3 接下来2万4 2万5 我们看好 但是我们也知道 行情终究是会有震荡的时候 行情呢 也会有结束的那一天 只是不是现在 也不是立刻短线 但是呢 温阳老师呢 是把风险放在投资的第一顺位的 所以我也常常呢 答应我的投资朋友跟家族朋友 真的有危险 一定要告诉大家 所以呢 我将来会有一系列的 跟各位呢 进一步去做 这些比较专业的内容的解析 那我们今天先 就一个部分来看就好 因为时间的关系 讲到插协同 你会想到什么 就是全民皆股民嘛 大家都疯狂进来了 不论是老手或新手 不论是这个高手 或者是呢 这个小资族 那我们来看一下 客观来讲 你可以用大盘指数 红色这一条线 去对照呢 有效交易户数 蓝色这一条线 再对照呢 代表散户资金的 融资与额 黄色的柱状体 好 那我们知道台股呢 有开户的户数啊 是超过2000万户 不过呢 有些人他是 一个身份证之后 就同一个人 他重复开了好几户 那或者说 有些账户呢 早就没有在动了 是禁止户 我们都撇开这些 真正现在在市场上 有在买卖进出的 这个叫做 有效交易户数 那各位看 它跟股市的波动方向 的确是高度的相关 好 我们从数据简单来看 现在台股呢 波段高点来到 两万三千点以上 那这一次的起账点呢 阅略就是在2022年10月 12629点 好 那前一波的高点 是在18619 这几个数字 大家应该会有感觉啦 那我们先抓出 大盘指数 这一次的历史高 跟前波高点来比较 是又上涨了25.71% 好 那如果是从了波段的 低点来比的话 是涨了85.30% 好 那我们去比对 同期间呢 这个有效的交易户数的部分 则是呢 从前波高点到目前为止 仅仅增加了3.81% 另外呢 在融资的部分 也仅仅增加了3.93% 也就是说呢 我们把这两个数字 来跟呢 同期间大盘的涨幅做比较 你可以发现到 不管是交易的户数或融资 增加的幅度 都远比同期间大盘的涨幅 25%来得少 所以并没有出现呢 很明显的差协同现象 也就是说台股虽然涨很多了 但是还没有过热 但如果我们把时间 就稍微再拉长一点 去做一个观察的话 抱歉不是拉长 应该说缩短一点来做观察 因为我们是要缩短到呢 以这个2022年这个地方 这个低点来做比较的话 那这一段时间 也就是整个台股 从18000充斥到23000的 这个过程 从18000充斥到23000的过程里面 大盘涨8成5 可是呢 交易户数跟融资 都已经翻倍增长 所以 以比较接近现在的境况来说 的确这个交投的情况 是在升温的 那用一个比喻来讲 如果说在2022年以前 整个台股的投资人 来到市场 是用散步走进市场的 那从去年开始以来 是用跑步进场的 就越来越急了 所以这个热度的确是在升高的 的确是在增加的 但还没有真正到 立刻危险到 要崩了 要反转 况且 支撑股市最重要的力量 始终是基本面 因为我常讲一句话 威士名言 你可以把它抄起来 基本面决定股价高度 筹码面影响股价速度 所以我们知道AI 至少可以带动 整个台湾上市柜的获利 从2023 2024 到2025 到2026 都是维持双位数以上的成长 所以基本面越来越好 就如同我说 鸿海下半年 GP200开始贡献之后 业绩更好 台积列也是一样 未来业绩会更好 所以股价 这里不会是天花板 大盘当然也还不会 走到真正的高点 终点 所以不要担心反转或崩盘 那当然涨多 会有震荡 会有休息 这个都是为了 接下来的行情 能够有更好的 更宽广的空间 所以今天先从这个角度 来跟各位去做分析 那当然最近 大家也看过 台股有爆量 6000亿以上 所以接下来 我也会从成交量的角度 再来跟各位谈谈台股 请务必每天持续锁定节目 不然哪一天 真的要崩了 你不知道要卖股票 麻烦就大了 那高点的时候 大家比较敏感的是什么 会不会有内部人 大股东 绕跑 出股票 那我们知道 大股东 董监事 内部人要出股票 必须要申报转让 但是我今天 帮大家小教学一下 进一步来说 受到卖出股票规范的对象 包括董事 监察人 经理人 还有持股 10%以上大股东 还有这些人的配偶 以及未成年子女 他们如果要卖股票 必须要事先申报 注意要事先申报 申报以后 过了三天就可以开始卖 然后呢 不是呢 随时一直都可以卖下去 它的有效期只有一个月 申报完三天后可以开始卖 然后就是说在接下来的一个月 你可以卖股票 超过一个月以后 如果还要卖的话 又要重新申报的流程 但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例外 这个例外就是呢 上述的这些人 这些对象 如果他一天卖股票 不超过一万张 就不用公告 不用事先申报 一万股 那一万股也就是呢 十张 包括十张 那再讲简单一点 假如呢 有一家公司的老板 他想要卖股票 可是又不想要打草惊蛇 因为你申报就是公告 全世界都会知道 你要卖股票了 那可能就会引发恐慌卖压 那就怎么办呢 化整为零 每一天最多卖九张 每一天都不要卖超过十张 你最多卖九张 九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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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子卖 就完全不用做呢 事先的申报 可是事后还是会被呢 眼尖的人抓到 因为呢 按规定 上个月 公司有哪一些大股东内部人 持股有异动的话 都要在下个月 十五号以前 也是要事后全部公告出来 所以这么一比对 还是会发现呢 有一些老板 大股东 他五月份的股票 怎么比四月少了 那包括谁呢 我刚刚前面开场有提到 3017 齐鸿 而且是董事长 他的股票呢 在五月份 比起四月份 少了110张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不是最近 不是六月份 只是说现在才公告出来 那五月份 整个股价呢 基本上 大概低点是在呢 620 高点是在817 那我们不确定 他到底卖哪个价 因为他就是可能持续9张9张卖 总共卖了110张 所以大概如果抓个平均 可能是在700附近 那今天 齐鸿是说在731 那我认为啦 严格上来说 这个110张 就算在市场上卖掉 他都不是一个实质压力 因为张素真的不多 那看起来现在的股价 应该也是可能在 董事长卖股的价位附近 甚或可能呢 还比他卖股的价位 还高一些 所以应该是没有 太大负面的影响 那我认为其实散热产业 下半年的确 前景是不用担心的 那董事长这个动作 我认为应该不是看到呢 是不是订单有变数 或者说呢 整个AI的散热需求 有迟缓或减少 应该是不会的 因为这个我们是可以 从产业的上下游 去交叉确认 所以唯一比较可能的解读 就是他可能有个人 一些资金需求 但我也不是他的太太 我也没办法真的知道 他在想什么 所以我认为这个部分 我们就先呢 比较持平的观察 持平就可以了 但是我个人对于 如果撇开这个筹码的因素 来看的话 我对于齐宏的基本面 这个看法跟信心 是没有改变的 给各位做一个参考 那今天可以看到 关于这个消息 台积电要供面板级的 散出型的封装 那群创的产能塞爆了 那所以呢 今天他的股价亮灯涨停 过去我们常说 面板双虎双虎 所以很多投资人呢 往往是这样子 我先讲散户的思维是什么 那如果群创已经涨上去了 尤其是涨停板 你也不一定买得到 很多人就会想 那我去买友达 但各位看看 假如你做了这件事情 假如群创涨停了 或者说已经逼近涨停了 我不敢买 我买不到 我去买友达 那拍谁 群创锁涨停 结果友达呢 冲高之后 开始拉回修正 反而会赔钱 所以我还是要提醒各位 这就是现在投资一个 很重要很重要观念 不要随随便便的比价 同一个族群也可能呢 是有不一样的投资故事 不一样的投资内容 各位能够体会吗 因为群创工 散出型封装 可是友达没有 所以现在你不能把面板双虎 虽然只有双虎 也不能混在一起看 那反而呢 是群创的设备供应链 8064 冬结今天也受到激励 那说到比价的部分 这阵子呢 我们强调 在COAS的部分 6640的均滑 相对是便宜跟低估的 因为红素 都已经冲到1300了 那各位有没有看到 最近呢 它从400 500到今天600多了 这个才是呢 有道理的比价 有本质的比价 那昨天我们在节目的标题当中 也跟各位提到 台积电遇到最大的敌人 先跟各位说 不好意思 昨天有点忘记 要跟各位解释一下 其实我要指的就是说呢 台积电订单无余 但是呢 成长的力道 究竟呢 它的极限在哪 现在取决在于 是它要扩充COAS 但是 设备 供不应求 赶不上来 所以它产能扩充的 计划跟进度 将决定它业绩 跟股价天花板 这个才是它的问题 不是缺订单 也不用烦恼需求 那讲到你就知道 所以COAS真的很热啦 很抢手 可是呢 还是要找 价格比较低估的 那另外呢 8996高利 这边呢 虽然前面刚才提到 有齐鸿老板 卖股票的这样 不是那么正面的消息 不过我觉得 这里呢 高利已经来到了 整理区间的下源 我还是维持 看法没有改变 500元以下 应该呢 是找买点 不是找卖点 那我想 接下来 要迎接第三季 各位呢 把握我们 这个周末 限时三天的快闪活动 只有呢 五六日这三天 让你呢 开开心心的 用最轻松的方式 得到呢 最大的满足 有兴趣 想要了解 更多的朋友 欢迎您呢 直接来电 或加入LINE 私讯询问 atstark888 休息一下 更多的操作策略建议 广告回来 继续请教 微良老师 欢迎回到股市权威 再把时间交给微良老师 好 下半年呢 其实题材很多 那当然呢 电子要迎接的 就是包括呢 AI PC 还有呢 在接下来的 AI iPhone 第一代有AI功能的 iPhone要推出了 那这边相关 锁定的标的 包括呢 3362的先进光 那先进光呢 因为之后要发可转载 大家可以特别留意一下 为什么它要发载 因为资金需求很大 那资金需求很大 是因为呢 有大客户需要更多更多的产能 来做支援 那根据公司呢 在昨天股东会当中 所提到的内容 其实第三季会比第二季明显更好 下半年是比上半年来的好 那最重要的就是这一句话 接到了新品版高阶镜头的订单 要从8月开始放量出货 这个新品版 其实就是威尔老师 之前跟大家讲的 可能就是苹果的iPad 不过这个有时候是因为呢 跟客户之间的协议 可能不方便讲那么直接 所以我为了保护了自己 那我现在也要呢 跟大家补充一下 这是呢 推估的 不是呢 确定的 欢迎大家呢 就持续的去锁定追踪留意 那假如CB定价完成之后呢 可以参考一下 有可能对应的 接下来的目标价格的部分 可以去做一个留意 那再来则是呢 在新iPhone的部分 今年的大赢家之一 则是2455全新光电 因为呢 以这个PA的累金来说 它的供货比重是最多的 今年往上开始呢 出现了比较明确的攻击讯号 那半导体的部分呢 先看到最近滚量的公司 就是1785光阳科 因为呢 也传出了 打入了 辉达的散热供应链 但是这几天呢 股价其实已经有一点 算是过热了一些些了 因为其实 我们知道一档股票 如果你连续滚量 要嘛就是当充的人多 那也是符合多 那要嘛就是呢 代表有一些筹码开始释出了 所以这边呢 有兴趣追题材的朋友 你当然你可以沿着五日线操作 不过要留意停力停损 但是如果你比较呢 注意风险的话 那我反倒呢 要跟各位介绍的 是另外一家公司 是光阳科第二 那这档股票呢 目前我们在布局阶段 相关的题材我先保留 但是呢 它同样呢 就是有新的转型 然后呢 产品打入了 国际重要的供应链 那当然也是跟AI有关 而且呢 目前的股价更便宜 不到50块钱 是属于铜板价 那最后看到 今天呢 来意KY 股价呢 又亮灯了 昨天涨停 今天又涨停 连续两天都有好表现 那这边 当然恭喜有买到的朋友 那没买到的朋友 也不要气馁 不要泄气 因为一个长多的公司 一个好股票 绝对还会有上车机会 但是不要乱买 所以呢 你想要买进光阳科第二 或者是你想要寻找 来意KY 第二个买点 都欢迎各位 把握 威阳老师 给大家这个周末的 精心规划好礼 第三季的大满足 限时只有快省三天 五六日 这个周末 让您呢 实现您的兴旺 让您最轻松 最无负担的方式 欢迎大家来电 或加入LINE询问 祝大家操作顺心 下周见 感谢两位来宾的分析 提醒观众朋友 本节节所推介分析的 各别有价政权 没有普通的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节目的资料 请供参考 投资引告独立判断 产生评估 并且解释支付投资风险 祝您操作顺利 我们再会 by bwd6 by bwd6